感受生活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近日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 中国好书颁奖盛典上 文化大家 丰子凯的外孙宋飞君 写新作《丰子凯家属课》亮相 他与观众分享了 自幼聆听外公授课的往事 宋飞君从小就和外公封子凯一起生活 作为与封子凯相处时间最久的孙辈 是外公带他走进了中华传统诗词的世界 也影响了他学业 做人 以书传家的人生 今天的节目 我们一起走进宋飞君与外公封子凯的读书世界 小时候最难忘的是外公给我们上课 这个课程用外公的话来说呢 叫做课儿 是丰家的家属课 儿时曾记得 忽登贯穴 脸部随音 任满身花影 游子追行 这边呢 就是外公的书和画 我叫宋飞君 是艺术大师 风之凯先生的大外甥 我是1942年 清明那天生的 清明节呢 古时候又叫芳飞节 是外公给我取的名字 芳飞子君 飞君 是这么来的 我跟外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长 非常了解我外公 外公也非常喜欢我 我们家呢 从小呢 就有一个家庭教育的一个传统 叫家属 那么外公呢 他把这个课呢 叫做课儿 这里头呢 学古文诗词呢 是里面的一门必修课 他的那些书呢 都是一些老书 那么像古堂诗和解 还有白香词谱剑 白香词谱呢 是一百首各种风格的词 那么他不光是这个一百首 另外他的每一个词后面呢 还有诗人词课的一些 疑问意识讲了很多 那么这一本书呢 流传到我们这儿 你看7月12 这是6月1号 这个已经很浅了 这是6月1号 这个6月1号呢 我想可能是1956年的6月1号 这个就是当时外公 外公讲的时候 要你阅读的 阅读 读完了以后 他说我给你做个记号 他就写了 就写出来了 王伟写的少年行 心风美酒 斗石迁 咸阳游侠 多少年 相逢意气 未君隐 戏马高楼 垂柳边 外公呢 就把它变成一张画 封之凯的画是 画中有诗 诗中有画 阅读呢 是有多种方式 他呢 就不一定都是光 只是看书 比方说呢 通过游戏 他实际上也是一种阅读了 那么这张阑圣图呢 实际上像个飞行旗一样 有6个人呢 慈客 美人 与世 就是道士 渔夫 剑侠 之一 就是和尚 6个人走 走到每个地方呢 都有个故事 你都得看了书 你才知道这故事是什么 比方说呢 这个易水 这个易水呢 易水潇潇西风人 满座衣冠如雪 那么这个讲的呢 就是什么呢 讲的就是 荆轲赐秦王 到这儿呢 外公就给我们 讲书里面的东西 荆轲赐秦王 讲到了呢 苏曼苏的一首诗 春雨楼头 赐巴消 何时归看浙江潮 教完这首诗以后呢 外公就说 前南章大潮 什么时候来啊 下个礼拜就诗 就是大潮 8月18大潮 好了 全家去看潮去 外公讲诗词的时候呢 跟那个讲故事啊 什么啊 跟那个旅游啊 什么结合得非常紧密 不但不感到乏味啊 又没有功利性 所以都学得非常的深 就三四岁 大概是我最早的印象 袁元堂就在他老家同乡 家里很简单 但是旁边都是书 放满了书 回到上海以后 最后他居住在上海陕西南路 39弄93号叫常乐村 他在那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 一直到他去世 这个书房呢 我觉得去的次数非常多 他和我小姨风亦莹 他们合作在日月楼上 翻译那个柯连柯的 我的同事带人的故事 和连人笔记 这个照片大概是那个时期 他自己给自己取一个名字 日月楼 而且呢 自己写了一个对联 只写了一句 日月楼中日月长 那么后来呢 唐州的国学大师呢 给他呢 把这个对联的补齐了 星河界里 星河传 日月楼中 日月长 那么这一幅对联画的那儿 外公呢 跟你讲过 我的心呢 被四件事情 所占据了 天上的星辰和神明 地下的艺术和儿童 所以他把这个意思 就表现了一段 燕子来时新设 梨花落后清明 时尚碧台三四点 夜底黄梨一两生 日长飞去心 风之凯全集五十集 到这儿 确实一个人从二十岁开始 一直不停地写 画到八十岁 未必能画出那么多的话来 写出那么多的文章来 对吧 全集 这个风之凯全集五十集出了以后呢 他的这个主编曾经问我 他说如果一个人 从二十岁开始 就不断地看书写书 写到八十岁 也写不完这么多的书啊 是不是平时你们到外公家里去 他不跟你们说话 我说这从哪儿说起 我说我们到外公家里呢 外公呢就跟我们玩啊 他是最普通的 最慈祥的 最懂儿童的长辈 那么我想呢 他念的书那么多 他的效率非常非常高 我考上北大物理系以后呢 他跟我讲过 有这个三原则吧 第一 你要下决心 你要干个事情 你还不是先得下个决心吗 第二 你还有计划 多长时间完成多少事情 必须得玩 这个无事不能请假 请了假你得补上来 第三是持之以恒 正是这三条 我们说做学问的 做事业的三原则 我举个例子 解放以后呢 他呢就开始学俄文 那时候五十三岁 从字母 ABCD开始学 学完以后呢 他给自己立个计划 多长时间学完 图格涅夫的猎人笔记 等到两年八个月 就不到三年的时候呢 这本书啊翻译出版了 就是呢 从字母开始 到文学著作翻译出版 一共花了不到三年时间 这个效率谁有 效率高得不得了 他说呢 我相信呢 做学问的 要下苦功夫 用机械的办法下苦功夫 学外语的话呢 拿一本书来 你每篇文章呢 你念二十遍 什么意思呢 那个读书的读啊 就是繁体词读书读 用二十二笔 念一遍写一个 念一遍写一点 念一遍写一点 那么通通读完了以后呢 是二十二遍 到这个时候 你就背出来了 我是感到 这人这一辈子 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不管你创始什么工作的 一定要读一批书 读一批好书 包括的中国的 古代的名著 现代的名著 还有呢 国际的世界的名著 都应该是读过 读过书的人 和没有读过的书的人呢 这个境界 他的想法 各方面是完全不同的 封子凯常对孩子们说 中国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青少年应该珍惜 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 必须认真阅读 他教育孩子们 下决心 有计划 持之以恒 应该是读书 做学问 乃至做事业的 三个原则和方法 这对今天面临该如何教育孩子的家长们 也不无启发和思考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 文化一时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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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